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是十年考过案例题的 然后20年考了单选题 19年考了案例题 那么这个信息报告和数字规则连着考了三年了 那么今年呢我们认为考的可能性会降低一些 所以我们这里不要怕太多事情 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安全设计则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 隐患信息 事故信息 这19年考过了 那么军要通过安全设计则伤报系统包生 在这种工程的报送呢 是由项目法人负责填报安全设计则信息 这个地方要有这个概念 不是施工单位 虽然好多在现场的 最新得到的信息的是施工单位 但是往上报对外的话 统一口径都要从项目法人来负责填报信息 因为毕竟我们整个工程项目的 对安全对质量对进度对他的投资负总责的 还是项目法人 所以上报的话 项目法人来报 那么其中隐患信息 除了通过信息系统上报 还应该向有关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 隐患的月报实行领报告 安全上隐患 我们前面讲的政大隐患 直接判电话 中后判电话 那个隐患要实行零报告制度 不光要通过信息系统报告 还要向有关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去报告 这是隐患信息 还有事故信息 安全上事故的话 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的涉嫌事故 2000年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 叫做涉嫌事故 那么事故的信息报告呢 可以是文字报告 电话快报 事故月报 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那么文字报告呢 也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单位 第二个时间地点 现场情况 第三个减压的经过 第四个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 初步的直接经济损失 第五个已经采取的措施 第六个 写到应当报告的情况 那么这个安全生产事故的文字报告 和我们前面讲到的 质量事故的报告 它也是六个方面 当然有一些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那里是六个方面呢 还写了这个 是四个单位和人员的联系方式 它这里是其他的 应当报告的情况 其他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我们这里联系起来 报告的内容 它是可以考的 质量都可以考 安全的也可以考 实际上它两者可以 结合起来 记 差不多 只不过质量里面 具体讲的是 报告的单位和人员的联系方式 这里说是其他情况 大约的那一条而已 那么事故报告的实现 前面质量事故 我们讲了一个 较大以上的 48小时之内 向 项目的主管部门和上级的水行人组部门报告 那么这里呢 都有安全的 更加紧急 因为安全呢 我们说以人为本了 所以 涉及到要死人的 所以 他的报告的速度 要求比质量事故的报告 时间更快 首先事故发生以后 发生单位有关人员 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电话报告 负责人接到报告以后 一小时之内 向主管单位和发生地 限制以上水行人组部门 电话报告 这是一小时 要报告到主管单位和线 然后 我们这里 一加二加一 二的话呢 发生 较大以上 我们的安全事上 事故 包括一般较大重大 和特别重大 较大以上和 造成了人员 死亡的一般的事故 以及较大的受险事故 我们有安全事上 事故和受险事故 较大的受险事故 较大以上的安全事上 事故或者造成人员 死亡的一般的事故 要足迹的向上报 到水利部 足迹 也是限迹 你就要报到市迹 市迹要报到省迹 省迹要报到水利部 每一集上报的时间 不得超过两小时 而且可以月集上报 两小时足迹 上报到水利部 这就是第二个 一小时 两小时 然后再加一个一小时 最后一个一小时 是什么呢 水行的主管部门 电话快报事故信息 电话快报 到哪里呢 省 以及水利部 哪一些事故呢 人员死亡的一般事故 应当在一小时之内 报到省迹 电话报告 然后随后要补 事故的文字报告 省迹接到以后 一小时之内报告到水利部 然后还要补 文字报告 这是对于有人员死亡的一般事故 对于特别重大 重大和较大的事故 应当在一小时之内 电话报告到省迹 跟这里是一样的 和水利部 随后补报 事故 一小时之内 电话 你一下子打到省里 打到省里面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 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 一加二加一 第一个一 是一小时之内 报告到主管单位 先级以上的 所行的主管门 第二个 二 人员死亡的 较大以上的 安全生产事故 要足迹的 要报到水利部 每一集 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小时 第三个一 发生了人员死亡的 一个小时之内 电话快报到省级 一般 然后脚大 中大特大 一小时之内 报到省级 或者是水利部 和水利部 而且随后 除了这个电话报告以外 最后的这个一 都要有事故的文字报告 而且我们的报告 除了 有事故要报告 尤其是有人员死亡的 一般事故 和这个脚大 中大特大 是一样的以外 还有我们所有的 现场的情况 每一个月都要 实行零报告 你没有安全生产事故 没有人员死亡 也要报告 这就是零报告制度 然后我们的安全的讯息 包括基本讯息 隐患的讯息 事故的讯息 信息的处置 怎么样的处置 这些信息呢 事故两直 有些检查 对安全生产 检查的方式是 事故两直 这种我们管理里面 一些涛化 便于记忆 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不要陪同接待 这就是事故 两直呢 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 所以不排除正题 我们原来考过 三不放过 考过三同时 那么这里事不两直 还有这个一考 还有三权 对不对 然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信息隐患 信息不得辞报 漏报 反报 盲报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关于 这个事故的报告 事故信息 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里看 几个整体 这是20年 水利生产 安全事故信息 包括哪些信息 安全生产 事故 信息 水利安全生产 事故的信息包括 生产安全事故 和 涉险 安全的事故 当然涉险呢 有一般的涉险 较大的涉险 和中大的涉险 特别重大的涉险 在这里我们讲的 安全事产事故的信息 是指的 较大的涉险 这叫上你们的原话 所以我们这里 看得出来 我们涉险 有一般的较大的 中大的涉险 我们讲 大概 纳入到 安全事产事故信息的 是较大涉险 信息 涉险的事故信息 这里要去理解 那么 下一个考点呢 关于安全管理的是 分险管理和安全事故的 应急管理 那么 这个点呢 去年的案例还涉及到了 18年也涉及到了 那么 18年呢 是考得安全生产 水利 水利建设项目的 风险管理 风险的分类 因为五类风险 人员 经济 工期 环境 社会影响 那么 关于这个风险的管理呢 还有几个内容 是可以考得 一个是 风险的 评估 是从风险的 可能性 就是概率 和损失的原则性 划分为 按照风险的概率 可能性化分为五级 按照风险的损失 严重性呢 分为ABCDE 也是五级 可能性 损失 严重性 都是五级 然后将 可能性 和损失 严重性 一组合 综合起来 进行 辉行评价的等级 也变成了 只有四级了 也有五 变成到四 哪四级呢 第一级 这一个 风险发生的 概率大 损失大 第二个呢 概率大 损失小 第三级呢 概率小 损失大 第四级呢 损失小 概率也小 那么针对这种 不同的 综合的 评级 的 风险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这是我们的路焦点 风险管理的路焦点 对于不同的 也就是说 对不同的风险 等级的风险 采取不同的措施 那么措施 总的来讲 有 规避 风险 防解 风险 转移 风险 滞留 风险 和 利用 风险 那么对于 概率大 损失大的 要规避 不干这个活了 损失太大了 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两者一组合起来 十有八九就会出问题 不要干这个事情 比如说九号驾驶 九驾 那是 要规避 不能够 要禁止 然后防解风险呢 是针对 概率大 风险的损失小 那就采取 防解的措施 然后对于 概率小 但是一旦发生 损失大的呢 就要转移 转移风险 怎么转移呢 买保险 买工程保险 比如说我们开车 我们这个私家车 出了车祸 当然出车祸 正如把你考虑价 出车祸的概率比较小 但是一旦出车祸 一般的损失还比较大 怎么处理呢 怎么呢 出自这个风险呢 买保险 所以我们必须要买保险 尤其是交响鞋 是必须要买的 就是将你这个一旦发生的 低概率的风险 发生了以后 把它转移到保险公司去 对于概率小 损失也消的呢 那就是风险滞留 你不能说 什么风险都 一点点都担心都怕 那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不能阴夜费食啊 对于概率小 损失晓得 风险滞留 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利用呢 有一些有利于 项目目标的风险 可以采用风险利用 这是风险管理的落脚点 就是处置的方法 从不同的风险来进行 不同的处置方法 这个要掌握 而且我们买了工程 保险的工程 你就买了保险以后 我其他的风险的措施 就不采取了 工程的保险 不能作为减轻 或者降低风险的 唯一措施 也就是说 你买了保险以后 你还要有相应的 防解啊 转移啊 转移当然就是保险了 滞留啊 规避啊 那第二个是 危险安全生长事故的应急预案 安全生长事故应急预案呢 对于一些 比较急的险情 我们在 由于我们水利工程 它有一些不可预知性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可预知的 安全的事故 那么我们要有预案 比如说洪水 洪水的预案 对于应急预案的话呢 它的应急管理的工作的原则 这个一般的考过单选题 原则的话就是一些 这种句子比较整齐的 一些话语 比较亮亮上口的一些话语 比如说 应急管理的原则 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 属地为主 部门协调 分工或者协同应对 分专业指导 技术支撑 玉环卫主 屏占结合 我们这里有两个卫主 一个是玉环 一个是属地 就是你这一个 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在哪一个地方 那么地方的人员呢 进行应急预案的话 是他是卫主 那么你外地来的人员 你是卫主 以当地人民政府为主 另外 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是安全生产事故的分级 我们前面讲了 一般的事故 较大的 重大的 特大的 它的这一个 报告的实现 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 发生一般的死人的事故 要在一小时之内 包括到省一级 较大的 重大的 特大的 也要往上报 按照一定的实现 那么这一个 是怎么样划分的呢 有三个指标 一个是死防 人数 第二个呢 或者 重伤的人数 第三个呢 直接经济损失 的 数量 那么考得比较多 在那一般还是 这个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 三十人以上 大于等于三十人 特别重大的 安全的事故 十到三十人 就是大于等于十人 小于三十人 是 重大的事故 然后 三到十人 较大 三人一小 一半 所以这里 它的等于号呢 是在较小的 这个数字这里 我们说 包小不包大 它和安全事故 的基金损失 是不一样的 安全的是 包大不包小 这个是包 质量的是 包大不包小 而安全的是 包小不包大 安全的是 包小不包大 特别重大 重大 较大 和一半 然后重伤的 包括应急中毒的 那就是一百人 五十人 十人 三人 划分 其次经济损失呢 一个亿 五千万 一千万 一百万 四个数字 包含为十几 包小不包大 这个要记住 那么对于安全生产事故 实行 预警的管理 发布预警 是谁来发布呢 对于这个安全生产预案 发布预警 谁来发布呢 这一个地方人民政府 来发布 预警管理 包括发布预警 预警行动 预警终止 然后安全生产事故 的信息的报告 以及 先期的处置 事故 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有快报 和书面的报告 比如说我们的 有死人的一般事故 和较大 重大 特别重大 都 一加二加一的 这个小时之内 要报告到上一集 另外呢 谁知 要提交书面的报告 那么快报 就电话报告 快报除了电话以外 手机 短信 微信 电子邮件 都是属于 属于快报 但是 才用 短信 微信 电子邮件 他有时候没有看那个邮箱 没有看短信的话 你必须要通过电话来确认 然后电话 快报的内容 单位名称 地址 负责人名称 联系方式 发生的时间 地点 已经造成的伤亡是失踪失灵人数 损失的情况 以及 是情况可以互信上的报告 照片 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我们报告一个事故 基本上都要能够想象得到 所以不要去实际 那么报告的程序和实现 对于安全生产事故 那么对于中特大事故 各单位 应该在40分钟之内 这个 书面报告 到水利部 上面是书面报告 然后 20分钟之内 是这个电话报告 中特大事故 那就是死人 我们说大于等于30人以上的 就是中特大事故 40分钟到水利部 一小时到 书面报告到国务院总职办事 30分钟快报到国务院总职办事 对于脚道 人员死亡的一般事故 分别是 就不要到 部里面是到安全监督师 分别是快报 这里是书面报告 一小时两小时 这里呢 跟前面的那个 事故信息的报告 那是信息的报告 有 差不多的地方 也有的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问的这个 中特大事故 那里讲信息 事故和信息 信息的话 你就按照信息那里打 一加二加一 那事故的话 那就按照这个 快报和书面报告 快报和书面报告 都有时间的要求 然后还有反馈 你报告了以后 也要有反馈 你报告了国务院总职办事 总职办事要向水利部反馈 你报告到水利部 水利部就要向各单位 已经反馈 反馈的时间和 这一个报告的时间 是一样的 和基础派共同的规律 就好近一点了 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 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我们有这个概念就行了 这里具体的响应的这个内容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安全事故的保障的措施 信息 通信的保障 人力资源保障 应急经费保障 物资与张备的保障 这么四个方面的保障 好 那么应急管理这一块 曾经一般年考过一个单选题 那么应急管理的工作原则 里面工作原则 刚刚就有一二十个字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玉皇位主 他出现过两次 实际上他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A 没有这个综合管制 他有这个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 属地位主 玉皇位主 没有综合管制 没有综合管制 虽然我们在安全上防整里面 有这个安全第一 玉皇位主 综合治理 但是作为应急管理里面 没有综合管制 以人为本 专业指导 预防卫主 是这三个 你假如说你能确定下来 排除掉这三个 那么正确的案件就是A 那么反过来 作为一个应急的管理 他不一定要强调综合 你只要能够应急 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安全的 隐患事故的苗头 把它压下去 管理是综合的管制也好 单独的管制也好 都可以 只看效果 不看你的过程 所以这里 怎么正过来 反过来 都是这个A 是证据的 不包括的 那么关于安全管理 我们这里看一个综合的 立体 案例 一般来讲 它靠 案例的分值 要多一些 概率也会高一些 我们先看背景 毛头是霸 霸体施工 业主和施工 整包单位 签订了总承包合同 并且委托 监理单位 实施了管理 发生了如是要的事件 监理 土方开发 接近极空 设计比较高 整监理发现 极空四周出现了裂缝 向 总监工程师 向施工 整包单位 发出了书面的通知 要求停止施工 并且要求宣传人员 立即撤离 三明月以后 再恢复施工 但整包单位 认为出现这个裂缝 所正常现象 他没有接受 总监的警告 不予理睬 不久发生严重的 他造成两名人员被买 造成一死一重伤 那么这个事件当中 问题 安全上事故属于几级 一死一重伤 我们说死人的话 这个三人以下 一般的安全事故 三到十人 脚道的安全事故 这个是三人以下 是一个人死 一个人是两 即使是两个人死 也是三人以下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 一般的安全的事故 那么主要的责任人 是哪一方 哪一方当然是施工方 不是监理方 你不听这个监理的 这个 警告 所以谁弄方 是施工 整承包单位 承担 发了这个书面 同时要去停工 他都继续施工 所以它是直接导致 事故发生的 这一方 那么第二个问题 该事故 先击上水行的 主公伦们 接到报告以后 发生死人的 一般事故 应该如何向上报告 那应该逐级的向上报告 不超过 两 在一小时之内 电话快报到这个省级 随后补充文字报告 然后省级 一个小时之内 快报到水利部 随后报文字报告 第三个是安全的保障措施 刚刚讲的四个方面的词 信息通信 能力资源 应急经贿 物质和装备的保障 这是典型的 我们考试 就是从这样子 一些方面来进行考试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考点 关于安全管理的内容 还蛮多 就是文明工地的建设 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要求 尤其今年 这个安全生产标准化的 动态管理 还进行了这个新增的内容 那么 这里呢 这部分内容一般是考 从以往来看都是考单选题 所以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也许干了就行了 水利部 要创文明工地 首先要一个标准 标准有这么六个方面 体制机制 质量管理 安全施工 环境和谐 文明分算好 措施得利 另外呢 你要申报文明工地 15年呢 考了这个 不能够申报文明工地的情形 反正是一些不好的现象 都不能 申报 干部时空危机 发生较大以上的质量 事故或者生产事故 你像 这个唐山寺前段时间 发生这个打人的事件 它实际上 唐山寺原来是连续五年的 全国文明称师 现在全国的文明办 把它的这个文明称号 给取消了 那么我们工地上面 也是一样的 脚大级以上 所以这个脚大不是一般的质量 安全事故 你就 不让他报文明工地 那么 对于这个脚大的质量事故 那么我们说是 直接经济损失 对于这个大体系混乱图的 要大于一百万 到五百万的直接经济事实 对于脚大的人员死亡 那就是三 大于等于三人 三到十人 或者脚大以上的 三人以下的 和一百万以下的 这些计划 是还是可以报文明工地的 这个地方要理解一下 然后竟有 同胞批评 恶意拖欠工资 尤其是能明工的工资 然后没有按照 三项制度来进行 项目的建设 违反基本接触程序 这都不能够报文明工地 这都是比较严重的错 除此之外 文明工地仓器呢 要做到 这么四个方面 组织机构健全 规章制度完善 岗位职责明确 档案资料齐全 那么会文明工地 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 可以作为水利建设市场的 主体的信用 那么你这个 凭你的信用 我们说信用等级 三等五级 你在评级的时候 你获得文明工地 肯定会给你评的高一点 另外一个呢 是获得 优质奖 水利优质奖 或者大鱼奖的一个依据 另外呢 在安全上标准化评审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所以这些方面有好处 而且现在呢 对于 安全上标准化评审 这一块呢 后面会讲 有的还进入到这个评标的时候 给你多加分 你或者文明工地给你加分 整个卵去上标准化 它分级 一级二级三级 给你加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就会 更积极地 进行文明工地的建设 标准化的建设 那文明工地是 实行届其次 两年报一次 自愿申报 那么申报的当中 有一些要求 你要开展文明工地 半年以上 建设 你没有看到建设 就随便一报 那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呢 你的完成的工程量 要达到了 建筑安装工程量 在20%以上 或者主体工程 完工一年以内 你的这个工程量 完成才开始一点点 你就报 那还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或者说你的完工 已经完工了好久了 再去报 那已经不是工地了 对不对 一年以内还可以 然后它的程序 首先申报 考核 复核公开公事 公事一周 然后发文通报 第二个是安全生产 标准化的评审 我们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审的 这一个标准 是安全水利生产经营单位 包括 主要包括 华人 施工企业 工程管理单位 咱们有一个 针对 这个生产经营单位 华人 施工企业 他们的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的不同的性质 和工作的内容 有不同的标准 但是呢 最后打分 得分 对平分标准是一样的 这个意思你也考过 我们分级 分一二三级 三级以下就不达标 一级的话呢 你总分要达到 大于等于90分以上 然后你的 它分 分有分级的指标 你的一级指标 必须要 得分了 每一项 都应该 不低于 70%的得分率 二级的话 总分 是80到90分之间 然后70%得分率 三级的话呢 是 70到80分之间 总分 当然它这里 还有一个 它的一级指标的得分率 不低于 60% 这里降低了一点点 然后如果说 你的总分得分 小于70分 或者同 你的一级指标 只要有一项 评审得分率 低于 60% 你就是不达标 那么 那么申请这个 安全上标准化 评审的单位 也要求 不能够发生 较大 以上的安全上的事故 较大的话 就是死人 三到十人 大于等于三人 三人以上的 你就不能够保 刚刚说 我们命工地 也是不能够发生 较大的质量安全事故 发生了的话 就不能够保 所以安全上标准 也是较大的 这两个可以联系起来基于 然后监督管理 对于这个 安全上标准化评审的监督管理 今天是新增的 也会说呢 安全上标准化 现在如火如荼都在进行 因为我们讲了 在评标的时候 有些事故单位 它会加分的 然后也可以促进 安全生产的标准化建设 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力 有效证书是三年 这个曾经考过 然后你忙了以后 提前三个月 下水利不提前 提出延期 今年呢 强调了一个安全上标准化的 达标的动态的管理 你获得了标准化证书 一级二级三级也好 都就进入到了 动态的管理的阶段 动态管理阶段 在你这一个 有效期之内 也就是三年之内 实际累计击分 这时候到期以后呢 有事顿清理 就好像我们驾照 我们一年是 它的这个 有效期是 一年作为一个考核阶档 一年超过了十二分 那你就掉下你的这个执照 十二分以内要网款啊 或者不同的这个处 还是多 这里来当然说是三年 然后 你这个达到了 累计达到十分 黄牌警告 累计达到十五分 你的这个证书不如延期 累计达到二十分 就要撤下你的证书 所以啊 十分 十五分 二十分 黄牌 不如延期 撤下 这个是终点 要考的话 肯定就是考这个地方 好 那么关于安全生产标准化 文明工地 我们介绍这么一些内容 这个是一个 好多年以前 刚刚推行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这样子的一题 总分 八十五分 个一级 评分 不低于百分之七十 那就是八十到九十分 那就是属于二级的 一个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等级 尊重是比 一五年 下的情形当中 可以申报文明工地的事 发生过一般 质量安全事故的 我们说较大的就不能够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其他的 没有按照基本的程序来 办理相关手续的 发生了重大合同纠纷的 违法的程序原则 任需作假的 这一看就是情节很严重 不能够 报文明工地 可以报的就是这个一般 如果是较大就不能报 刚刚我们安全事故 也是一样的 你要参加评审 发生了较大的安全事故 也不能报 好 再看一个 简典的例题 后的文明工地可以 作为 什么的参考 依据三个好处 一个是信用 市场信用 第二个呢 是大于奖评审 第三个呢 文明工地可以 促进你的安全事故 标准化评审得分 最重要的就是 ABC 再看一个 这是今天 关于这个动态管理 我们说十分 环拍警告 十五分 不予延期 二十分 那就是吊销你的这一个 测销你的这个 安全事故 标准化的证书 所以十八分呢 它介于十五分 到二十分之间 那还是属于 不予延期的这么一个 范围 所以最重要的是 B 不予延期 好 那这里我们 安全事故上 管理 这一 这一节 内容很多啊 也这么 七个方面 这么多的内容 那么今年 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呢 当然 项目华人 和事故单位 安全上的责任 当然是重点 除此之外 文文跟帝 尤其是这个文 安全事故上文 标准化的这一个 动态管理 是一个重点 然后有一个 事故信息报告 安全生产信息报告 和安全上 事故的应急管理 这个两个啊 他的报告的 这个时间啊 不一样 一个是事故 一个是信息 当然信息 他也是 有事故的信息 有这个 基本的信息 有隐患的信息 这里要 厘清 他的这个 内容 的不同 然后 传统的考点 里面的这一个 三级安全生产教育 以及对于 管理人员的考核 尤其是这个 项目 经理 毕竟我们是考项目经理的 这么一个 考试 好 那么关于安全管理呢 那我们就讲这么一些内容 好 这是第五节 水利 安全生产管理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